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你好 我是Vincent 微笑光 2017年的古晋街呢 回来咯 当然呢 我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推荐给你十大一定要吃的美食 走咯 加上来就是那个芥末和生的味道啊 哇 好好吃啊 一定要尝尝 咯 药材还有古香的味道 淡淡而已的 它里面的那个鸭的那个香味 全部都给它带 哇 好好吃哦 炸锅条 那看起来呢 有点像炸猪皮的感觉 有没有 我可以带去西宴啦 在炸之前呢 它已经有调味过后 所以你可以吃到它的那一点点的咸味啊 非常的入味 我给你看看嘛 哇 OK 来吃吃看 哇 挺好吃耶 内有乾坤 里面还有黄梨 如果是你买了过后呢 你不要直接吃 像这个马云酥 你吸它的那个汁进去的过后呢 你吃起来才会更好吃 哇 鸡肉好嫩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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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啊那种 孜然粉啊 如果再放多一点呢 再更香 这是女生们最喜欢吃的甜品嘛 18岁的感觉好好哦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油腻 然后呢 感觉很健康的感觉 好吃啊 一点的饮料 然后就可以继续吃第二道好吃 外面呢 就是烤的那个面包都是蛮香的 然后里面的那个起司呢 哇 那个鲜丝哦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爽 你吃pizza都没有那种感觉跟口感你知道吗 这个一定要吃 然后排骨呢 它烤的外面呢 就是有一点点的微焦 然后再加上它的起司啊 香浓的味道呢 就把它的那个整个肉的那个甜味啊 还有它的香味呢 都已经提起来的 所以一定要吃这个 好 这个其实里面甜甜 外面辣辣 然后呢 咸咸的 还蛮开胃了 对 一开始的时候 你吃一个拿后面 你可以吃更多东西 哇 抹擦完头还是第一次 而且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喝到啊 它的这个牛奶的味道呢 还有它抹茶的味道呢 是非常的香浓的 它用的抹茶肯定就是高级的那种抹茶粉啊 那这肯定是2017年古今节 一定要推荐给你的饮料 如果你来到这边呢 没有喝到这一个叉叉的话呢 没有来到这边打卡的话呢 就不算来过什么季节了 OK 叉叉抹茶是你名次选择 也是我心里的那一杯茶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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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